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月11日 星期二 這節繼續和大家說香港新聞 這節 表面上純粹是一宗 跟風化有關的新聞 又或者不要叫風化啦 因為就是嫖娼 最juicy的部分就不是這裏 我們會首先跟大家說一個報導內容 然後才會告訴大家 最juicy的部分當然就是這個 當事人的身份 我看看前兩天的節目 好像大家說我們有一兩節節目 是不是時大聲時小聲 你們是發現一節是這樣的 還是節節也是這樣的 我也不太肯定的原因 很可能我們用錄音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電話 可能我接觸到那個screen 會忽然間變大聲 小聲 所以我猜可能是這個原因 但我也不太肯定 所以請大家告訴我們哪一節有時大聲時小聲的問題 我們就留意一下 避免這個情況 因為 我也會聽節目 如果那個麥克風是大聲時小聲 其實也挺煩擾的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主頻道 現在主頻道就是 長期受到黃標攻擊 星期二日報 這是後備頻道 現在就不上節目 留下 還有就是星期二新聞集團 這是最新的 而這個 是有得賣廣告的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請大家轉移欲報 過去這個地方繼續看節目 但是 就是有廣告的 所以請大家過去幫幫忙 如果你在這邊聽完節目 你可以幫我們打開那邊的台 繼續播放 請大家也新支持六部曲 打開我們指定的節目 清單 幫我們繼續無限度播放 有很多網友努力幫忙 幫我們由早上播到晚 這個 我們的數據顯示 目前 其實我們還是未脫棍 但是現在那個 數字稍微有一點點回升 當然啦 跟我們全力的時候 就是相差甚遠 但是 現在 很可能可以頂著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請大家繼續努力 幫我們繼續做足支持六部曲 繼續打開節目的清單 幫我們播放 我們相信 除了 令到你的畫面有點煩 以及用多你的電腦 或者手機 一點點電之外 其實也不是一件真是很麻煩的事 所以 請大家就真的幫幫忙 要做一個媒體是不容易 還要做一個反港共和反中共的媒體 更加真的一點也不容易 所以說起這個 搞香港人的 這個流亡議會 或者是海外立法會的問題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work load 我們除了 接下來三月和四月就是要安排蓬佩奧來演講的事 當然這也是香港人的事 大家都知道我們 時間表很緊密 因為我們每天都做節目 當然袁爸爸也是每天做節目 但是他的做法跟我們有所分別 我們 盡可能就是會把 當日 所有的新聞都跟大家講解 務求做到就是每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 盡快知道說甚麼 袁爸爸也堅持每天做節目 實際上他也很不夠精神 他也每天花了很多時間 見不同的人 跟不同的人談香港的前途問題 我們今天也用了很多時間 繼續跟他聊天 說回 就是為甚麼他會出來做那麼多事 我們這一節就不說了 我們留在後半段 或者比較空閒的時間 或者我們再講立法會那一節的時候 再跟大家詳細說 這一節我們就繼續說一些Juice 這一節要講的就是 屯門醫院骨醫被捕 涉嫌光顧 就是淫忽 現在這個骨醫的身份就是曝光 原來警察早前就倒破了這個 初忌賣淫 場所 發現有犯罪集團 用毒品 有時就是未成年少女 淪為性工作者 他們的經營方式就是透過Telegram 就是用 處女 幼幼這些字眼招攬 熟悉的客戶 招攬嫖客幫襯 當中大量的嫖客發現 大量的嫖客 發現他們有 大量的嫖客 大量的嫖客 我們在不同的節目 不同的時候也會跟大家探討不同的問題 我們經常會探討很多人生的問題 哲學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跟大家說我們的精神層面 因為我們認為 人的精神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當然我們也不可以忙卻 我們也是動物 我們有生物的那一部分 很多時候 跟性有關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們生物的那一部分 所以有時牽涉性的話題 我們不會立即去下個判斷 說所有 嫖娼 凸骨或者風化案 除非你是犯法侵害他人 我們就不會立即戴有色眼鏡 一說這個就不倫 那個就出軌 立即就說那些 就是道德要受到譴責 因為很多時候你細心分析一下 裡面其實沒有任何問題 可能就算那些是年過半百的人士 是專業人士 假如他們 又未結婚 又沒有犯法的話 其實 他們做的事你不可以100%說他們全錯了 所以每個個別的事件 都不相同 就算真的結婚了 是不是代表 兩夫婦的婚姻生活 一定是足夠呢 很多人可以 因為 不同的原因 可能就算結婚了 其實兩夫婦 也沒有有性行為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其中一方出去就是 合法的情況之下 合法的情況之下就去玩樂 這個你會不會道德上有一個很嚴厲的譴責呢 當然這個情況 跟之前的情況不同 這個 就是有 一些犯錯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細心研究 你會發現其實還是情有可原的 我們所以做這些 時事評論 我們有時候都會很清晰 很持平 跟大家說了一些正反理據 就好像我們說這個 香港的前途問題 香港的議會問題 我們也盡量希望鋪陳 所有的正反理據 出來才詳細討論 但是這個案件就是繼續 有下文了 這個 就是拘捕了一個57歲的醫生 這個醫生 就是屯門醫院的骨科顧問醫生 他的真實身份就是曝光 媒體寫著黃X良 根據警方的說法 他並不是當場斷政 說警察 翻查閉路電視 以及找到相關的交易紀錄 然後懷疑他是嫖客 於是 將他拘捕 前面大前提提了很多 這個案件裏面有沒有犯法的地方呢 答案是有的 因為 這個賣淫集團 標榜 找未成年少女 作為 這個 性工作者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就是犯法 這個就是俗稱 歲十一 所以這件事就不能原諒了 因為 你明知道這件事就是犯法的 翻查資料發現 黃性的醫生就是在港大 讀內外傳科醫學士 後來就是負責骨科 現在就是 獲准保釋後查 醫院就繼續官方回覆 繼續說他暫時 被停止所有職務 繼續接受調查 醫院就繼續說 重視個人員工操守 如果員工違法 就將會按既定程序嚴肅處理 全部都是官方的說法 說了那麼久 Juicy的部分在哪裏呢 先忍一會 後面就會說了 不過其實本身前半部也很juicy 超過連過半百的醫生被揭露 就是光顧淫婦 裡面還要是未成年少女 這件事已經 充滿著醜聞在裡面 但是最juicy的部分在哪裏呢 原來 這個醫生 全香港人都要關注了 被揭露 原來他是一個愛國愛港的人士 網民揭露 原來這個黃X良醫生 就是一個愛國愛港 的藍絲 原來當日這個藍絲在登報 要對抗這個所謂的黑暴的時候 在頭條日報刊登這個 大字標題叫做痛心疾首 醫者格言 無傷害 Do no harm 署名的 一群熱愛香港的醫生 強力譴責那些佔領運動 佔領運動 應該說的是2014年 嚴重影響民生 破壞法治 撕裂香港 香港病了 另外那幾點 大家都沒有興趣知道 也不會讀下去了 就發現 這個黃X良醫生 是其中一個自稱 熱愛香港的醫生 選擇在頭條日報刊登這個 廣告 出來譴責佔領中環的行動 事件就揭露了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連上一節 連上一節 當然上一節也沒有那麼嚴重 但有沒有發現原來醫生那麼喜歡犯法 一次 也是小事 不斷安心出行 這個就是100%犯法 這個就是違反你們 自己所說的話 叫人家 要守法 又說人家長期不守法 要建基於法治 既然如此有法治 如此愛護香港 為什麼 要衰十一呢 所以 譴責你的部分就不是譴責你去玩 而是譴責你自己犯法 也是雙重標準 這些就是 出來 嚴人歡喜 人家犯法 就說你破壞法治 破壞香港 自己 在每一件事上面都犯法 而且這次犯的就不是普通簡單的 法律 其實也是一個嚴重的罪行 所以就是一件那麼簡單的事件 你也可以再次看到這班人就是雙重標準 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當日 登報說要捍衛法治 口口聲聲捍衛法治的人 說到最後 自己 沦場也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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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還有充無緣無故 sucking conンベ разр 大內宣 這班人 每一天 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每一天的媒體有甚麼立場 他們每一天看完新聞就當過新聞 這件事正正給了中國共產黨 一個很大的空間 去迷惑一大堆 平時根本不關心 所有東西的人 他們看完這些新聞就當成是新聞 當成是事實 而事實上這些新聞 所謂的新聞 這些propaganda 相當之狡猾 他不是紛紛的 像《文匯報》、《大公報》那樣 就算《文匯報》、《大公報》 也會假裝寫故事 假裝有採訪 更何況那些藍媒全部 標榜自己是傳媒 實際上 剪頭剪尾 重點的地方不說 不斷 倒向你 就是想某一個方向的東西 所以真真正正那麼多藍絲 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 操控了 香港的傳媒 所以我們一再強調 如果 要跟中共對抗 其中一個重要途徑 必須要有一個 強大的媒體 不然 對方是用海量的假新聞掩蓋你的 所以 所以 我們也很堅持要繼續每天做新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繼續支持 本台 繼續幫我們打開節目 清單播放 現在的數字也是一般的 但是我們也會繼續撐住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說下的話題 有最後不是 誰 怎麼 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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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